看到沒有一字排猜的麥拉倫750S就在我們以前 我們今天來到就是葡萄牙的麥拉倫750S 全球發表 因為這次發表它是Spider跟Coupé一起發表的 它基本上保持原來720S的尺寸 但是它重量上僅了30公斤 然後Spider也只比Coupé重50公斤 這一點我覺得很厲害 720到750S這樣子的升級呢 我覺得它還是悟到了大家想要用超跑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想要忍受超跑給你的不便利 這個舒服到有點誇張 到現在750的部分其實反而更讓你有這個感覺 現在的跑車大部分都因為OPF的關係 聲音被閹割 但是我覺得麥拉倫因為它沒有使用鋼內直噴的技術 它仍然是用傳統的多點噴射 所以它其實並不需要OPF的設定 所以其實它的排氣管聲浪更直接更傳統 新的變速箱 真的用手動換檔的感受 它的這個換檔真的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快 真的是瞬間就有這種換檔成功的感覺 而且是SNAP SNAP這種感覺 真的讓你覺得說720S真的是特別人強 這台Spider也要選配它的透明的玻璃 還可以一鍵遮蔽 有這種LED的遮蔽功能 好 我們來啟動 哇 這樣就對了嘛 爽 這換檔撥片其實也是非常的棒 它的位置為什麼就可以做得這麼的完整 退檔的時候 如果你是超過紅線 它會暫時hold住 不讓你退檔 但是呢 當你煞車速度減夠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補油退檔 這一次呢 750S它的重點在於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性能 另外一個呢 當然就是它的駕馭感受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的科技 可以看到它的尾管其實是來自洗拿的雙尾管設計 它也減輕了2.2公斤 中央還有一個共振室 讓排氣管非常好聽 可以看到它沒有任何消音器 那還有呢 它的氫暗化輪圈 總共可以減少13.8公斤的重量 那還有呢 這邊一個新的主動式尾翼 那它已經有比720S呢 多了20%的表面積 但是呢 卻還可以減輕1.6公斤 它的標準座椅呢 也比之前的720S 再減少17.5公斤 這個時代還有非常多輕量化的想法 在現在呢 所有的超跑幾乎都是 越粗越重哦 因為更多的配備啊 配上更多的加大輪胎煞車 都是增加重量 但是呢 愛拉輪在這個時候呢 還可以減少30公斤的車重哦 真的是很特別哦 它提供的還是 Pure Driving Pleasure哦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棒的哦 包括它對方向機的堅持哦 仍然採用抑壓的方向機哦 而不是電子的方向機 從方向盤回饋你的感覺哦 非常清楚哦 基本上呢 它在方向機的部分呢 它也有增加它的反應 讓你的方向機的轉向可以更快 你會覺得車子的反應更好 手感非常好哦 不會太重 也不會太輕哦 當然720S來講呢 其實它本身就是非常的 Black Magic的感覺 開起來就只覺得是一個電控車 開到750S 它的電控還是非常的照顧你哦 但是它還是讓你保有了 超跑該有的那種質感 不是說買了一台電動車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部車開起來還是有 非常多的這種路感啊 機械感啊 當然你可以買570S 純機械的操控感 但是呢 750S現在它的抑壓懸吊呢 又減重 聽說也可以減兩公斤哦 它又有更舒服更好的設定 這隻的煞車呢 你可以標配豪砂 但是呢 你也可以選配喜拿的煞車哦 喜拿的煞車呢 它的煞車盤要7個月才能完成哦 屬於賽道型使用的豪砂哦 踩煞車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後面新的尾翼哦 翹起來哦 它有增大20%的面積 跟720比哦 一切的駕駛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均衡 那這次它的懸吊設計呢 它是沒有用防筋桿的 完全用抑壓避震 好處就是說在每個輪子呢 它都有獨立的控制權哦 會比有很粗的防筋桿的更好哦 大家記得哦 除了防筋桿 在賽道上OK 但是在一般道路上 不一定是加分哦 有時候升級也會讓你覺得很恐怖 好現在重頭戲上場 我們現在要試的 就是賽道上的體驗哦 現在是載到葡萄牙的 S-GROLE賽道 是以前的F1賽道哦 它的賽道其實非常的challenge哦 非常有技術的哦 那750S呢 當然就750P 800N的扭力哦 但更重要是它車重 只有1277公斤 現在是track模式哦 所以其實可以感受得到 排氣聲浪 還有它的動力的反應哦 都非常好哦 更重要就是說 它在煞車的部分 有做了很好的改善哦 像現在開是chicane哦 但是呢 其實可以感受到 車子非常的聽話 新的懸吊系統呢 也有升級哦 前車軸距的加大哦 都是讓你非常有信心的可以開哦 那在大磁線上呢 如果開得好 實際上 260 2 我要一邊講一邊開快真的是有困難哦 但是呢 必須說這一次的750S在性能上 尤其搭配TRAFIEL 雖然原廠並沒有說TRAFIEL的輪胎 可以有多快的成績哦 Compare to Corsa 但是 賽道上面呢 可以好好的感受 整個的控制哦 煞車的部分呢 因為它現在多了一些 真空輔助的Pump 之前720S 重彩煞車的時候 你會發覺煞車會變硬哦 但是它現在用真空輔助的Pump改善 Booster它也有做改良哦 整個煞車給你的信心更好哦 這樣的感受其實 你可以說 移台可以在街上跑 然後 下賽道其實真的游刃有餘哦 車子的本身的性能絕對沒有問題 750S的強項就是說 你可以用你的技去習慣這部車子哦 極限是非常高哦 絕對不是你開開就必須進Pit 要冷卻的那種感覺的車子哦 而是它可以完全陪著你玩 我覺得這個感覺真的是 非常好 以一台 這麼街車的Supercar 還可以在賽道上 擁有這樣子的條件哦 真的是 非常完美的Supercar 看完了操控跟 這個錄飾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跟內裝哦 它的外觀呢 基本上還是延續了720S 但是呢 最大差別在於車頭的部分哦 它這個熊貓眼有在 但是呢 其實它尺寸有稍微的縮小 以前前面的比較複雜的下巴啊 Diffuser啊 雙層的設計 但是呢 現在已經成為單體哦 在賽道上呢 用的是最輕量的輪圈哦 而且我跟你講 它是台灣做的哦 搭配的是 洗拿的選配卡鉗 CCMR哦 下面的進氣口 這就是跟720S不一樣的地方 750P的馬力可以有更好的散熱 散熱的部分 包括它的排氣管 現在都是從上面出來 這個設計比較像P1的設計 就雙管哦 相對765是四管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裝哦 當然它的 單體呢 還是全車體都是碳纖維哦 因為我們是跑賽道 所以這個版本呢 搭配都是洗拿儀 那我們在Spider上面是Comfort儀 B&W的音響還是有 然後呢 最新的就是 這個儀表呢 現在已經沒有收折哦 然後我最喜歡 就是它的換檔撥片 這個換檔撥片 真的非常舊手 包括它中控的部分 它也是採用 Altura延伸過來的 而且它標榜 這次由Apple CarPlay是標配哦 在這個時間 它還能夠仍然用純汽油車 做出一台適合大家 白天晚上開 下賽道開 都沒有問題的車 我覺得以麥拉倫來講 這絕對是它的精緻招牌 再次的延伸 謝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這表示你們喜歡 彤哥拍的影片對不對 除了彤哥的YouTube以外 Facebook跟IG 大家都要訂閱追蹤哦